那么实物也是这么印证的 我们今天看这个北京的故宫 如果去台北故宫都可以看到 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能看到这个宋代的官瑶 颜色是不一的 它不是统一色 它为什么不是统一色呢 是不是它的追求 我认为它追求是后来的事 一开始是它的无奈之举 在烧灶瓷器中同样的右色 由于烧灶的这个气氛不一样 温度不一样 它呈现的色泽就不一样 由于雍正乾隆时期 尤其雍正 雍正的仿骨是非常厉害的 他仿骨骗过了谁呢 雍正的仿骨直接就把乾隆骗了 就这爹把儿子骗了 乾隆在这个雍正的仿骨的 这个官瑶的笔筒上呢 他当时认为这笔筒是宋代的 还写过诗 那么这件重要的作品 今天在台北故宫博院也展览过 也出版过 我当时一看这个出版物 我一看这个东西我就知道 这东西不是宋代的 为什么 很简单 宋代没有笔筒 笔筒是所有的文房用具中 出现最晚的一个品种 我们在宋代的时候啊 我们知道的所有的文房用具 比如水城 也叫水中城 比如像笔戏 笔家山 笔歌等等 这些文房用具 全都一应俱全 唯独没有笔筒 你在宋画中绝对找不到一个笔筒 如果你在一个号称是宋画的中 找到一个笔筒 那这个画一定是假的 笔筒最初呢 是割杂物 案头杂物 最初一定是竹制的 后来有木制的 以及各种名贵材制的 包括这个紫檀的 黄花梨的都很多 那是明朝末年一直到清初非常流行的 那瓷器也是这样 瓷器就出现了官瑶的笔筒 这个笔筒呢 当年仿造从右色角度上讲 跟宋代几乎一模一样 可以乱真 所以乾隆皇帝就没有变出来 是他爹的那个时代仿子